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4月30號 現在是16點52 我們今天拍攝的任務是 廉前東路 廈門的廉前東路和廉前西路 我們現在的位置是在聯板 聯板北站下公交車這個位置 然後那個同城旅遊去年是開的 現在也關掉了 也在跌超租了 現在是在佳河路上面 然後我們要通過那個天橋 然後走到那個廉前東路 順便把這個地方也給大家匯報一下 還有家獨角巷的 業主出租啊 漢舊坊的 也出租啊 苗醫生的 苗醫生還開的 那個黃色牌子的 那邊有個黃色牌子的 反正 去年這些店基本上都是開的的 黃色牌子那家 也是貼豬豬 現在路上的車 就是也 也挺多的 說實話 可能比去年還多啊 我們嚴格來說 可能比去年還還多 那你看做房產的 現在都擺到外面來了 擺到外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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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城管是會幹他的 叫他別擺到那裡 新井數碼港 這天橋要加新井數碼港 這下面也是 平常去年年底就沒什麼人 因為現在電商發展嘛 我們就不拍那個了啊 我們現在走路 要走到連滿東 年前東路 往那天橋過去 那個光 那個路排就是 左邊走是年前西路 年前西路啊 剛剛說說是年前西路 那是連副大廈 前面那個丸子型的 然後這邊 對邊走過去 這個是 連版廣場 明發 明發商業廣場 全稱叫明發商業廣場 它是環形的 它的建築是環形的 所以導致很多人 路走不到路 進去後不知道東西南北 這是明發商業廣場了 那天黃色牌子都出租的 我估計 這邊出租的會比較少吧 那裡有轉浪的 這邊的店面 聽說是相當貴的 因為它交通比較方便 下來要找到很容易 你看旺部招租 加入30號 轉浪 旺部招租 而且開不下去了 立書餅 加入22號招租 面積67 使用面積100平 這個我不知道了 20號 加入20號 貼了好多啊 好多張啊 好這家什麼點單的 這個是新開的 這家什麼 打領啊 加號路14號 哇這隻你看貼的這麼多 到底哪個是房東都搞不清楚 加號路10號 這你看業主蜘蛛業主蜘蛛 這電話都不一樣啊 到底哪個是房東啊 到底哪個是房東啊 現在搞不清楚 哦 迷你手 毛利手啊 關掉了 毛利手啊 日本品牌迷 迷你手 你看 你看 他這個是處理還是怎麼樣子的 加號路4號 這個挺火的 上次挺火的 這科目下的日本大品牌嘛 剪鋪開走人啊 剪鋪開走人啊 前面那個是中擺超市 以前叫中擺超市 其實兩年前已經是關到現在了 產權不清楚 你看人家多名字 開了一張房車出來 又可以睡覺哦 然後逛街又可以出去逛逛 是吧 那個這個 這個OPPO店怎麼上面結了蜘蛛啊 這個電郵沒關 這家 這個 年前西路3-10 101的 這個也貼得照出了 但是 電話太多個了 不知道哪個是業主 還有我互相把電話滑掉的 你看 你說 互相把電話滑掉的 這個 你看這個 多惡劣 多惡劣 年前西路啊 有個田壓壓的 業主植株 我現在都不知道他是不是業主了 年前西路5號 賣甜點的 不知道哪個是業主 估計都是中介啊 房東植株啊 這個可能是真的 你看做的買186什麼的 27270的 這可能是房東真的租了 你看這些尾房東太多了 你看這尾房東太多了 房東太多了 這個 這個是年前西路9 102101 這個也是 但是有可能那也是中介的 知道嗎 有可能上面拉的那個橫幅也是中介的 現在 因為房子太多了 所以 以前是不能這樣子的 現在因為特殊時期都租不出去啊 大家都正現恐後這樣幹 大家都正現恐後這樣幹 我估計這些這些這些工商局也也沒辦法 這個也是摩托手啊 可能是搬了這裡還是什麼 不知道 不知道 可能是 房租要漲嗎 這我們現在拍的這些地方都比較貴了 好 這個這個是 這個不知道什麼點 17-101 年前西路 然後我們現在拍的這個位置是靠近BRT的 是BRT的點 從BRT下來 然後就到這個最近的這台店面 這些部分是最貴的 這是一個插入口啊 我們 我們 我們不看裡面 我們就看外面好吧 看外面比較現實一點 這個 業主電招蜘蛛 這個好像開不久了 不知道哪個是業主的 電話太多個 中西藥房 這個也在拆啊 也且忘不高度 小字電影 什麼茶飲研究俱樂部 年前西路25號 茶飲研究俱樂部 還是俱樂部呢 還有這家 這牌子做這麼大 1888 這個也 年前西路25 -101 這個也得住 房東支出你看貼了那麼多帳 我們也不知道哪個是房東 假如我要租的話 也不知道哪個是房東 這連通的 這好像是以前 以前就 他應該這個應該是他直屬營業廳了 現在這個是在連通營業廳旁邊 這個民發電 連通的這個是連通直營的 直營就是連通公司自己直接出錢營業的 所以說他沒有關了 連通公司出錢怎麼可能會關 現在是31-101 年前西路的 這兩家你看 你看 我給大家仔細瞧一下 特寫一下 你看了啊 在我們鏡頭裡面你看這麼多 這麼多寫招租的 但是我們 會不清楚哪個到底是 是業主 所以這種電壓租租器也是有點困難的 這些都是老的店 這個中國移動可能也是直營的 可能也是中國移動直營的 一般 這一排店面如果說 如果做通訊如果不是直營的話 他根本就是 根本說了開不下去 因為這房租相當相當的貴 這連錢 連錢西路 這對面這個是交通管理局 然後連錢西路上面也有一條BRT 這BRT是到全埔 全埔蘇聯 還要到同安的 還有兩個分岔的 整體來說的話 廈門的交通還是算可以的 因為廈門的人 畢竟不是那麼多 所以這種BRT 再加上要建的地鐵 已經能承受這個負擔壓力了 也不會出現說非常擁擠的 報紙上是說廈門的流動人口是400萬 才能建地鐵 400萬他才能批布建地鐵 所以有可能平時根本就沒有這麼多人出來 有可能是人數不準 這個是明發商業廣場南門 這裡面很多商家都是做吃的 我們今天就不拍這個了 因為我給大家拍的就是一些主要的路口 主要的路段的一些狀態 那外面的狀態不好 裡面的狀態 大家可以想像的 這是動車 和學好動車 這是明發商業廣場 這是凱旋門娛樂 這是做KTV的 我們也不清楚現在開了沒有 我剛才說到那個連板商業廣場 這邊 這個裡面的小店 很多都是陰森陰森的 我今天就是 要不就多走個50米 讓大家看看我 我為什麼說陰森陰森的 你看看這個 它其中一條道走進來 就是這樣子的 類似這種裡面的店面 它是這是裡面的店面 都是這樣關的 它甚至是根本就沒有突租過 根本就沒有突租過去 有的可能 用途不詳 就叫像這種 裡面很多一大片 百分之可能 嚴格來說 就是誇張來說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 都是這種店 六十都是這種 樓層比較低的 黑乎乎的 它根本一次都沒出去 自從這個商業廣場開發到現在 可能有十來年了吧 一次都沒有租出去的 前門娛樂唱K的 我們去看了一下沒有開 是關著的 這個是對面這個 這個小區叫 陽光百合 我們就不走過去了 我們後期會把這個鏡頭 放放近一點 都是這些燈沒開的 關了五六個吧 然後這邊看看 看到那個巨棚格好像是開著的 門開著的 這家是個做吃的吧 然後那邊 好像都開著 我目測 好像都是開著的 具體我們就不過去了 就是大開照一下 因為上面的路還要很遠 要走 這一棟叫做 一紅大廈 一紅大廈 我們接下來看 路過一下 關了一個店面 兩個 關了兩個 這裡的房租也是不便宜的 這裡的房租也不便宜的 啊 上海什麼精品 什麼雕豹 羊龍山 這家關掉了 你都是賣這種 賣這種民生類的 水果啊 超市類的這種 比較不容易 不容易被倒掉 因為好多人都需要這些物資嘛 我們現在走到連錢站了 連錢站 公交站叫連錢站 這個是連錢西路 51-61-101 這是叫佛巨店 因為這個是在公交車站台後面嘛 所以可能生意比較好 這理髮店 也沒事 超市的也沒事 這個 什麼古早味牛肉店 可能是因為它靠近這個公交車站台嘛 又比較熱鬧 公交車站 所以幸免 一旦就不會被關掉嘛 就是感覺能經營的下去啊 旺角燒烤 這好像新開的吧 這個是個修車的地方 修車啊洗車啊 這邊好像挺新濃的 我們對面這個是 也是 聽說是部隊的房子 它都關起來了 就是說 貼了那個封條 整個做成牆面體的 屬於部隊的 很長啊 到那個地方 賣這個花的 還好 這個以前不能擺在外面 它現在怎麼擺在外面來了 現在城管也不管了 還有個開宗佛光益 佛益成 這個開了也 差不多也 我想像中啊 我印象中啊 有十來年了 現在也關著了 年前西魯65-6 這店也很大 一二三 三個店 裡面很大 還有很深啊 大家看看對面那個房子 那個房子是公家的啊 剛才我說的是部隊的 部隊的 原來他是有出租的 然後後來就是 各個部門都不允許 那個那個部隊的 資產出租嘛 店面出租嘛 全都關掉了 用那個鐵皮啊什麼 微微起來 不讓人進去的 左邊這個是邊檢站宿舍 這個是屬於公家 公家的房子啊 那個好像是什麼檢驗中心啊 我們走進去 這個是廈門動物 監督所動物什麼 防疫監督所啊 就是好像是 也搞不清楚 為什麼他現在 現在政府要搞這麼多 部門部門 然後分布在各個地方 他為什麼不集中 在市政府服務中心上班呢 然後節約成本 一大棟樓 然後裡面就幾個辦公室在辦公 哎呀 每個人 每個小職員都一個辦公室啊 這貨好大 現在連圈西路上的車 越來越多了 我記得去年沒這麼多車的 今年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的 路上的行人變少了 車變多了 電動車也少了 後面這些啊 後面這些都是老舊的小區 應該都是那種政府單位的 這條路上政府單位比較多一點 邊檢站宿舍 那後面都是公家的那個那個辦公地方 那後面那一棟是叫水屋大廈 比較高的那個比較新的 叫水屋大廈也是挺高的 啊 政府單位 他們應該搞一個比較正規的方向嗎 不要這麼分散嗎 是不是 每個集團都要建東大廈 這要浪費多少錢啊 你有這麼多員工嗎 有這麼多員工嗎 這有二十幾層啊 將近三十層啊 有這麼多員工可以辦公嗎 蝦籃你啊 有錢沒關係 水屋大廈 我們在右手邊啊 右手邊那個加油站那邊啊 這倒倒倒倒倒 到很前面啊 都是公家了 這片沿路的都是 屬於好像聽說好像屬於部隊的啊 上面是BRT嘛 都長滿這個爬山湖 柱子 石柱上都這個這個 水泥柱上都長滿了爬山湖啊 不增公園 不增公園 這邊氣油味好濃啊 大家看看這個洶湧澎湃的車 去年都沒這麼多車 我感覺我自我感覺去年沒這麼多車的 前面那個BRT叫龍山橋站 因為我這邊這樣走不過去 我們只能走地下通道 這地下通道昏暗昏暗的 這電動車道都爬下來了 以前都沒有人爬下來走下面 我在想是不是因為最近抓車抓狠的 已經走到的這個地鐵站龍山橋站了 已經走到BRT站點龍山橋站了 這個電梯 這電梯也挺用了 是人太少了還是什麼原因 大道這條下面這條 所以呢這個酒店叫清批一樹 酒店原來叫什麼 墨墨墨戴爾還是什麼的酒店的 反正換了好幾個名了 估計投資商還投資了 賺不到錢 然後過幾年捲不該走了 然後再換一個名字 哪會換哪會換 現在的位置還在年前西路啊 往東走 看看這車好多啊 去年的這個時候 去年的這個月份 你根本車就是沒這麼多 這已經堵得不得了 這個西路 年前西路171的 這個顏色做的有點像公共廁所的那個進門啊 那個房間有點做的像公共廁所的顏色 我剛剛因為是新建的廁所 再走到公交車站台叫龍山橋的 後面這個是蓮花外口公寓 也是公家單位的 公家單位的 它下面是有雷石頭的 沒有商鋪的那種類型的 好多車啊 真的好多好多啊 超出我的想像 阿蓮街道 聯西社區服務中心 現在剛關門 這文具店 成光文具店 蘇博士交易 這個不知道什麼時候開的 又關掉了 這個年代拍婚紗還挺熱火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廈門是第五中學 你看這個 防疫發的臨時隔離區 哦 很嚴格的哦 你看一個一個 哇 是中學啊 嗯 學生都走天橋了 他這個天橋 這個天橋有通學校的 特殊照顧學校 好 對面那個店鋪 就是那個加油站旁邊 也有幾個店鋪 都是關的的啊 這好像也是公家的 福岩大廈 下面有個麥當勞 你看看 你看看 水噴出來代表有錢 如果關掉就代表沒錢吧 是這意思 這個對面的小區 這個是叫 嗯 一部花園 西區 有幾家店鋪是關的吧 我看到大紅子的 關的不多 關的不多 中國移動的那個 集團的大廈 你看這麼高 也就可能 二十層之內吧 我通常 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啊 一個移動公司的分公司 你有需要這麼多員工嗎 有需要這麼大的樓嗎 你這個 各負責什麼單位的 幹嘛要這麼多人啊 有需要這麼大棟樓嗎 真搞不懂啊 這是中國移動 他是直屬的 他這個是直屬的 營業廳 直屬的營業廳 他這個可能是 他租給這個代理商的 他現在代理商這三家 三個代理商開不下去了 就現在關掉了 中國移動了 這個是他直屬的 直營的 四個店面啊 這是那種超大的 應該有五個 你看這個 在這個辦公楼 其實很多辦公室 估計都是空的 這個辦公室 幹嘛要這麼多辦公室 肯定不要啊 都資源浪費嘛 拿著老闆心的錢去建大樓 建完以後 結果沒有那麼多員工要辦公 這 這不是浪費資源嗎 是不是 浪費資源 又沒有出租的 我們現在已經走到臥龍西路口了 這都是路橋商煞 路橋商煞 路橋商煞這個 他已經空了好久了 然後他其實他路橋商煞 他實際的用途 是寫什麼中國公路啊 公路局的 你看看 廈門市公路局 基塔 中隊 原來是 移動的營業廳的 代理商的 現在也都關掉了 他是公家的 公家然後再租 租給私人 然後有糾紛嘛 後來就全部關掉了 現在走到龍山山莊了 對面這些是移副花園小區啊 具體幾區我忘了 我已經看到這些電票也是關的了 看清楚了 這個是 叫浦光市啊 大家看到這裡有個網 這個公園是屬於公家的 但是浦光市人為的把它用這個網 圍起來 他真正的那個 地盤是這個牆 但是他把這個 他這個這個 屬於公眾的活動場所都給 包起來了 他為了保護自己嗎 還是什麼 你看現在 這麼久了 大半年了 難道修行的人還怕死嗎 而且廈門 胡彥整佛教協會 他 他他不是屬於佛教協會管的 他這個寺廟不屬於佛教協會管的 但是 在危難的時刻 他沾了佛教協會的光 說我們都集體關了吧 這是貪生怕死的表現 我們對面這個 浦光市的對面這些 一二三四五 這些關了好久 這是部隊的 聽說是部隊的 產權是部隊的 這部隊不允許出租 國家不允許部隊出租的房子 已經關了可能五六年了吧 七八家店面 看看這個寺廟你看 這麼高 這個比 這可能有天安門的城都這麼高吧 天安門的那個紅牆有這麼高嗎 我感覺好像超過那個高度了 你看這個 浦光市你看 很富有啊 但牆修的這麼高 看到沒有 很高啊 太有錢了 浦光市的對面這排商鋪啊 這個叫雲亭花園 雲亭花園它下面有些商鋪 都是半開半不開的狀態 我感覺 大家開著是沒有辦法要交房租就開著 看看有沒有生意 都是賭一把了吧 我個人認為如果說覺得形勢不好 就趁早收了 我以前也開過店 行事不好就趕快收了 不要猶豫 你越猶豫 虧得越多 我們已經走了差不多 這個高牆已經走了差不多有 100米左右了吧 然後大家看到那個紅色的啊 那是方丈住的 其實也不叫方丈了 方丈是要有證書的可能叫方丈 中央 佛教協會委派的啊 能才能叫方丈啊 住持啊 只能說住持啊 剛剛說錯了啊 這個它浦光市還租給一個叫 好像叫這個 下門東泰香櫃專 專行 這是租給別人的 租給賣保險箱的 這個屬於 補光市的房子 啊 看看有關係你也能租租 而且能很便宜啊 關鍵要有關係啊 看看 出家人多好 你看看 自己有獨棟的別墅 獨棟的喔 一個人住一棟 然後再請個人給你煮飯啊 當方丈很爽的咯 當住持你要好也很爽的啦 也不用上早潮 早課也不用上 對面這個是寫藍城集團的 就是藍城集團棟樓吧 都開著吧 一家關的 我們現在已經見到臥龍小城的這個後門小區了 臥龍小城 這裏面 房子也是挺多的 基本上都是固定住在下門的會比較多一點 出租的感覺不是很多 這樣一樣也挺有錢的 重新裝修了 挺大的五六個店面啊 在臥龍小城下面 在臥龍小城下面 挺有實力的 這個店鋪老是在降價 已經降價了兩年了 還沒降價成功 賣衣服的 這是賣那什麼 眼睛店關了嗎 哦這個是理髮的 理髮的 理髮的這家店也開不下去了 全不開走人了 專業美化 專業美化 這是連鎖的哦 連鎖的哦 鎖不住了 眼睛店還活得滿滋潤的 豆博士 豆驗室 所以關掉了 齒邦口江門枕 這個好像剛開的 這個寵物店 這個寵物店 去年就有了啊 口腔的 貼的隔離區 我們現在在臥龍小城這個BRT下面啊 這個抵押行 黃金回收 這去年就有了 一直開到現在 現在已經走到金上路上面了 金上路 這個金上路是這條 這個還是年前西路 是金上路啊 剛才我們從後面走過來的 是賣大金空調的 大金空調 之前是賣家具的 後來做大金空調 現在也在這貼招租了 寫二樓出租 我們走近一點啊 這個尾號四個九頭 哇 五九八九九九九 哇 挺牛杯的 這個賣家具的估計可能是開不下去了 裡面的燈都是關著的 尾號至ぎ 這個火柴先生 小九九九九九詐 這個已經換好幾個豬戶了 都是開不起來的 去年已經換了兩個股 担租啊 促銷啊 到最後還是10路一條 這排啊 這排也是 那個部隊的 但是我搞不清楚 他這排關的 然後前面那幾個還開著 是不是那個是部隊的親屬 為什麼只關這幾個然後那幾個人開 如果按照這個的話 這個那邊應該關掉才對的 還是他是部隊轉業的 他都不能給公眾一個說明 都不能給公眾一個說明 也沒有正在搬 他從來沒有搬過 而且是越多開越多家越來越多 這是部隊的 這就是部隊的 這邊是隨緣移宿的素食餐廳 然後滑香苑 美日仙這個叫聯福閣 那邊是賣車的 這個滑香苑是去年開的 這裡空了好多車位出來 以往這邊都聽得滿滿的 今天 今天我感覺很反常喔 可是沒人來消費的 所以沒停車是吧 我們已經走到西陵雲頂站了 這裡寫一號生鮮 這家也開了有點時間兩年了吧 然後這邊有一家這個叫做 秉論浮生仙超市啊 這好像改名了 原來不是叫這個名字 後來改名了 你為什麼人這麼多呢 因為這有西陵雲頂啊 有分東陵西陵 這裡面 這裡面有很多小區啊 叫西陵東陵 好像有一百多棟嘛 一百多棟嘛 一百多棟都是五六層的那種 房子很多都是那種 好像是九幾連見的 好像是九幾連見的 很多 兩千連九幾連見的都有 這原來是一個賣藥的 藥店的 他是年前西陵 六百八十七幹八 原來是藥店的 現在 是藥店 原來是藥店 這家都是藥店 這家 原來可能是他移到這邊來了吧 還是什麼意思啊 這邊年前西陵 再往上來的話 然後這邊店鋪好像關的不是很多 這是 這是一個門診座 看病的 東方花園啊 裡面是東方花園的那個住宅吧 小區 那是小區 這只有關了幾家 兩三家 算是正常的 去年也是這樣子的 去年他還是稀稀朗朗的 我在想他可能這邊房租比較便宜一點 所以他關店的幅度沒那麼大 不像連板那邊 一大片都是關著的 外面都關成那樣子 那裡面是關的不得了 這些應該是屬於公家的 公家的房子 民建三樁 屬於什麼 敬老院啊 這個是屬於那種 就是養 養老院之類的 民建三樁 他叫民建三樁 民建三樁 他裡面 貼了很多什麼 他學習習近平什麼什麼的啊 估計就是有點政府 政府的這個 性質在裡面 他原來這些店鋪都是租給別人的 而且是賣茶葉的 好像 就怎麼說呢 挺高大上的那種 是實名區年前街道辦事處 我又在想一個問題 這個辦事處有多少人在辦公啊 到底有多少人在這裡面辦公啊 他要得到這麼大的樓嗎 你政府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多少人在這裡面辦公 你憑什麼要用這麼大的樓 憑什麼 為人民服務 人民就在這裡啊 人民現在生活很困苦啊 你解釋一下 你有多少員工 你得對外公佈一下 跟大家說清楚 該沒有用的 你要匯報出來 給人民做一個 匯報一下是不是 你不是人民的政府嗎 為人民服務嗎 為人民服務 那你得拿出一點誠意出來啊 你這個 這個樓有多少人在辦公啊 幹嘛要這麼大棟樓啊 什麼意思啊 好看嗎 那個是光明酒店 光明酒店的話 光大酒店 那棟是光大酒店 光大酒店 它估計現在生意也不好 旁邊是亞洲大酒樓 這裡開了有點時間了 現在已經到了東方山莊啊 前面這個是東方山莊的 BRT 然後東方山莊的BRT 上去以後 它有個天橋是跟宇宙引頂國際相連的 宇宙引頂國際 然後它就比如說BRT壞了 它可以把車開到引頂國際的這個 第三層裡面可以作為停車用 這裡面一大洞就寫ABCD 有分幾座幾座的 這裡面裝修還是挺豪華的 我認為在島內的話 這個點也是算買房也算不錯的 現在已經到達東方山莊的公交車站台了 然後這上面是BRT 這個黃色的車好像是拖電動車的 好像是抓罰款的 不知道是不是啊 我們去看一下 我們剛才在龍山橋看到一個 自動扶梯是關著的 這個東方山莊也是關著的 應該不是壞的 怎麼可能是壞的呢 故障率這麼高 當時採購的時候 怎麼質量這麼差 是不是腐敗還是什麼問題啊 很難解釋喔 中國電信廈門環島分公司啊 哎呀這個樓也好大 你看你看你看 你們有這麼多員工嗎 中國電信 你肉也挺多的 要分一點給我們啊 共產黨這麼多肉給你們吃 你想想看你這棟樓 到底有多少人在裡面辦公啊 用得到這麼大的樓嗎 黨中央怎麼不給我們人民匯報一下 匯報一下多好我們現在沒地方住 是不是生活困難 工作也沒工作 你看這個電信的 這個不知道是私營還是直營的 搞不清楚 在寫中國電信 還升國旗呢 這國旗我估計都沒人來升天天明月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 這還正常營業的 我們現在要走到這個一個十字路口了 這條路叫做雲頂中路 雲頂中路啊 你看看大家看看前面這地方樓都是很高的啊 這邊也是居民比較多的地方 現在時間是18點23 4月30號啊 大家看看這個車流量 連前西路這段 連前東路 連前西路這段是車 比較多的地方 那為什麼這些電動車這麼乖嗎 因為這邊有抓電動車的 所以大家都很乖 這是嘉盛豪園啊 這是南區 嘉盛豪園 我認識了幾個人 他都是在這邊租套房的 他買不起房 但是在這邊租套房 一套好像是 1700還是將近2000塊錢出頭吧 可能這個價格 因為小區比較新 他小區比較新 比那沃龍小的那邊的小區 後面的老舊小區還要新 雖然很低 很矮 但是很新都有電梯的 電梯比較小 下面依舊還是有關掉的蝙蝠啊 這是共享茶樓 嘉盛 嘉盛共享茶館 共享 什麼意思啊 現在沒辦法共享啊 看看這些店面 都是無精打采的 大家看看 教育的 感覺你看 裡面燈都昏暗昏暗的 這家也不知道做什麼的 養生糖 養生糖 這個是中醫的 做中醫的 什麼健康療養驗的 這個是絲顏茶驗 我估計好像沒什麼生意 但是門口停這麼多車 看到沒有 還有那樣停的都報廢掉了 像是要報廢的 欸 這個你看你看這個灰 灰這麼大 報廢了 估計就停報廢掉了 這個停車的這個平時沒什麼人管 叫雞王 叫雞王 關掉了 那什麼的 關掉了 現在豪原三號門 出租到 這個叫什麼 旺步招租 這什麼店鋪我也不知道 這可能以前也是賣茶葉的 這還有一家 什麼的 這個也 這個好像也搬掉了 還是在裝修 這是中藥店 這是看門診的 思維景什麼 瑞景中藥店 中醫科的 這牌好像基本上都是開這種店鋪的 比較多一點 這個關著的 廣告牌都快掉下來了 好像 相反是這種超市 還比較好開 來理髮店啊 超市啊 這下面的車好像都停了好久了 你看下面的樹葉 買車容易養車難 去門口還是要量體溫的 那天方常要開會的 這個這個這個這正是挺大的 你看門口都寫的這個 很多房啊 很多房源啊 估計不是什麼好事情 我感覺不是什麼好事情 這門口的店鋪 我這一套牌好像都是關的 什麼 廈門新永宏不鏽鋼 材料有限公司 這個燈是開著的 但是店鋪是關著的 這是今年的一大奇象 所以可能也是出租的吧 讓大家走 我走近一點 哇 這個是什麼 週二週五下午開課 週六週六上午開課 是人太少了什麼 估計是人太少了 不需要這麼多人了 沒有這麼多學生了 啊 關著的啊 博 站 一元 搞不懂 有關的了 看這個也是關著的 阿卡樹 不可能啊 這個現在才幾點鐘 怎麼可能關店呢 這個是 這個卡通話好像是 做培訓的吧 這家有關的 這應該是做培訓的 心 心愛因 這關著的 不可能啊 這個時間段 這關 以前以前沒有 不是這樣子的 以前都是開著的啊 這個是住家吧 你看上面 相反這些藥店還開得很滋潤 藥店 藥店開得很滋潤 這賣茶器的 不及四人開的吧 兩斤 這中介 加深豪園一號吧 這個也是關著的 這是七十 七十九號加 連前東路七十九號 體育財票不會關啊 大家有興趣 開開體育財票不錯的 人都有賭徒的心理 有時候想想看 我最後幾分錢買買彩票 看看能不能運氣好一點 從此擺脫貧困 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這個夢 說沒有的都是騙人的 說有的是正常的 說沒有的 除非你是出家了 出家已經三四十年了 那你有可能沒有 我相信 這也關著的 這一排 像這種 說實話像這種停車位 根本就 這不是停車位 這這停在這裡 算是違章的 算是違章的 他沒有沒有市政的線啊這些 這輛車也停了好久了 可能都停爆廢掉了 我們現在到達 這個加州商業廣場啊 前面這個 這原來這裡面的停車位很緊張的 現在竟然還有空的停車位 而且依稀可以見 這都是停車位啊 原來這是停車 都滿的 那搞得搞不清楚 現在為什麼還有這麼多空位 原來這裡停的都是車喔 這還開了個招商銀行 招商銀行也是挺厲害的 挺服了他的 你看這 燈多亮堂堂啊 的多少停車位啊 現在還在加州商業廣場啊 加州商業廣場屬於是年前東路了 我們已經從西路走到東路部分 我這邊停了好多車 是不是因為 那邊不讓停 這邊全部集中在這邊啊 有這意思嗎 很難想像這裡面的店鋪的開張情況 但是我自己可以預估一下 情況不容樂觀 這1樓全部都是賣化妝品的 這裡面還有握嗎 我們陸續看到幾個人進去了 我們今天拍攝終點不是在商場 我們的拍攝終點是在 沿街的店面 街道 一個店面動態 這裡停了好多電動車 大家都不敢亂停 怕被拖走了 那你要城管 誰敢亂停 就把誰的車拖走啊 好像恢復經濟的 看到 我們現在已經走到紅文站了 BRT紅文站 現在很多人都不 不買什麼基金的 直接買黃金了 大清倉 太亮了太高貴的 BRTR紅文站 可能是因為這個靠近BRT 這個是389號 這家M家的這個店鋪也是 屬於關閉站 這個建設一樣好像以前沒有的 好像以前沒有的 他應該剛開的 全部都是ATM機了 機器幹過人 這些店鋪 你看星星向龍 星星向龍 這店鋪肯定生意都不錯的 我感覺 因為他周邊的小區太多了 他這邊的消費人群會比 相對來說消費能力會更強一點 藥店也不會倒 麵包店也不會倒 麵包是會有的 只要你槓 這還有點當店 我看到一輛小牛的 小牛的那個超標電動車 這個 我很喜歡這個 但是我相信這個車主買來以後 肯定是在固定的路段騎 不敢到處騎到被抓到的話 萬一被交警抓到的話 這個是罰800還是1000塊錢 很厲害的 我們這個BRT那一頭 那個是瑞景商業廣場 我們今天就不去看那個了 但是很奇怪 為什麼他通常這個時候 BRT這個下面有個燈的 他會打開 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打開啊 瑞景商業廣場 就是一個跟這個 跟這個我們剛剛看那個廣場 是一模一樣的 不用了 內型是一樣的 我們也不進去 我們不進去 我們調查的對象 我們拍攝的重點 就是在店鋪的營業狀態 營業情況怎麼樣 廈門的車還是挺密 講禮貌的 來讓我們先走 現在看到這個是梅園酒店 還挺高到上的 我看到這個酒店我很高興 因為他在營業 但是我看到政府大樓的樓那麼大 然後又沒有幾個人在辦公 然後又佔那麼大的公共資源 我感到很生氣 然後這是剛才我們看到 這是蘇林義購嗎 這個也是開得很艱難我感覺 這種現在這種開得很艱難 現在這個又是一個酒店 叫全季酒店 他們營業了 我感到很高興 無論他空房空多少 我也感到很高興 因為他們拼了 想賺錢 在小區下面的 裡面都是小區 在小區旁邊的這些 連接店面 反而開得豐厚一點 都是一些比較民生的 賣水果的 賣一些比較便宜的茶的 然後小燈鎖啊 這個那種類型 賣燈泡的 這個五斤的 靠近小區的這些 把店鋪 比較滋潤一點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 小區的店面 這個叫做金 潘安 智房 金潘宅安智房 紅蓮里80-90 我看到好多車都是這樣子的 放太久了 都是屬於報廢狀態了 還是怎麼樣子 太多了 這原來就是安智房了 又關掉的 還是在裝修什麼的 但是也沒什麼人啊 人流量也不是很大 這個地方 這個開門的 這個店開門的這個比例 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這邊 我剛才都說了 這邊小區 平均的住宅的單價 比那個 臥龍小城那邊還要高 所以說他這邊 店的開張度會比較高一點 這邊的經濟我想應該是 恢復了 至少會比連板那邊要好多了 這邊有關著的 賣這種水果的啊 賣這種水果的啊 麵包的啊 也有可能這是安智房啊 安智房他就 他就不會 可能是以前他就有店面了 這些人就有店面了 然後他把這些房子 給這些安智房的人 讓他們自主經營 有可能是他 只能說他們自己的成本 比較低一點啊 但是 你看這些開這麼多店鋪 我感覺 只能說 這邊的消費能力 也能充分的證明說 這邊的消費能力 確實比 那邊的強 都是這種藥店 藥店開的比較好一點 中介的鍊家 露店 哇好火爆 估計是太香了 看著看著就想吃的 很多人都是這樣 現在我們到達福板山莊了啊 福板山莊 現在有點黑了 小區出來運動人好像也不是非常多 我感覺這小區比較正常一點 怎麼說呢 至少你看看這樓不高 看到沒有 這裡面樓也差不多是這樣子的 但是他有人流的走動 人流走動 他不像是 我們前幾天拍的那個叫什麼 湖濱南路啊 湖濱南路那個樓 平均的高度比這邊都還要高 這可能是20層嘛 那可能是差不多30層那種 15層這可能是15層嘛 那邊都是差不多25層 密度比這邊要強很多 但是按照這個 街上這個人流量來比的話 這裡肯定是超過火車站 湖濱南路那邊的人流量 我們仔細看了一下 現在很多比如說農業銀行啊 他都你看 以ATMG為主導的 全部都以ATMG為主導的 這家也關掉了 這家好像是蛋糕店 我有來取過東西 普發銀行 普發銀行 這裡關掉了嗎 普發銀行 這什麼零的 普發銀行 也學聰明了 變成ATMG了 變成小的了 理發店肯定是不會倒的了 你看這邊 你看看 大家看一下這個街上這個走的人流量 我感覺這個是還不錯的 恢復的算不錯 你看這邊的店鋪 你看看 看到沒有 差不多都有人在吃飯 這才 這比火車站那邊可能還要強很多 那邊是樓很高 然後你街上根本就看不到人 就很少 就是如果按照那個看到人的比例來說的話 那是相當的低的 這以後關掉的 我充分的感覺到黨員的力量 黨員的力量是強大的 可能這邊黨員比較積極向上 因為他們的利益關係不是很強烈 不是那麼的憋屈 所以他們做工作做得比較好 對面那一家叫主持肩檢 那家叫主持肩檢的 這不可能是現在關門啊 我感覺不太對勁啊 裝修啊 裝修啊 是有可能嗎 沒生意嘛 乾脆裝修 也有可能啊 看都圍起來了 現在是這間做門窗的 門窗的聲音還不錯 你看 聲音還不錯 感覺還可以 陸續有人來訂啊 坐啊 這邊的路也是很暗 感覺很暗暗的 這邊我們看到這個小區啊 叫明發花園 樓層的高度大約在一二三四 十層左右 十層 這邊的店鋪都是以民生為準啊 啊 拍了這麼多東西 我感覺以民生的 這些窗戶啊 這些超市啊 還有藥房啊 這種比較民生的 他比較容易生存 而且你看這種人家這種店鋪裡面 都能做飯炒菜 後面都有個做飯炒菜的地方 不要搞得太高大上的 一個店鋪然後又不能做飯 像寫字樓一樣的 有什麼用啊 現在寫字樓多的一套糊塗啊 這棟樓好像是政府的 好像是政府的 你看看 阿媽多有錢啊 這不可能不是政府的 我感覺好像是政府的 徹底的全部都關掉了 一盞燈都沒有 而且是不小 我看看這什麼 它是酒店 美都環保酒店 奉祥十府 哇靠這好恐怖啊 你看 這麼大一個建築物 這都挺大的 不是很小的 還貼著封條 欠錢還是怎麼了 我們現在看到對面的商鋪啊 其實對面商鋪開的也挺多的 關的也挺少的 跟我們這側的商鋪的 開放的比例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我們看到一邊 其實兩邊都是相當對稱的啊 所以我們那邊就不打算在拍的 拍的讓讓你們 讓大家聽得覺得好像很囉嗦一樣 不會的啊 那這培訓機構 摩其英語 現在關閉狀態 政策原因吧 這裡的人其實他挺悠閒的 你看他這個走路的姿勢 跟散步 你看還有一點時尚的氣息在裡面 因為這邊生活比較不會這麼緊張 這一塊的像火車站那一塊的 或者低碼頭的他比較匆忙 可能就沒有辦法 讓人感覺到這種感覺 這種與身體的這種姿勢 是能反進出這邊的人的生活狀態的 這一道變黑乎乎的啊 這政府也不開燈 那叫青少年獅平區青少年活動中心啊 這天橋底下的 黑乎乎的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不開燈 你看這 其實我們眼睛用眼睛看這很暗的 他路燈就那麼鳥大 真的太小了 跟廈門這個城市根本是對不上號 我有印象說從景德鎮過來的時候 我前半年有去景德鎮過嘛 我發現景德鎮那個路燈相當相當的亮 不是一點點的亮 是很亮很亮 亮到什麼誇端程度的 除非你在小巷子裡面走 你開電動車走在這個不正常馬路上 都是有燈的 你把大燈關掉你都還照常能開 好這一段就好一點了 這一段路就好一點了 景德鎮的很多大路 燈都是這樣子的 那是這樣子的 至少這樣子 對不對 像那種暗呼呼的那種 廈門這個地段實在太多了 我們現在走到華林站了 華林啊 這邊還有個公園啊 挺大的 就剛才我們說那個公園的名稱啊 挺大的 還行 都種了很多這種樹 全埔健身公園 全埔健身公園 這像裡面的燈也不是很暗的 眾生可能就是50米吧 總共進去的話 但是種了很多這種樹 別看這個樹這麼小 別看種的不密 這些樹大了以後 這邊都是一個密林啊 這邊的空氣相對來說會好一點 左邊這條路叫前埔南路啊 右邊這個也是叫前埔南路 那邊也有很多小區 那邊的小區會比較老一點 但是那邊的小區的優點是在於說 那邊有山嘛 有小山嘛 空氣來說的話 那邊那個方向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上面是BRT嘛 然後前面都是BRT樞紐站 全部樞紐站 這個小區呢叫做華林花園 樓層的高度大約是在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八層吧 目測是七八層 下面也是有些店面 但是都都是小 他店面比較小一點 這種小的 農民教育 是教育機構的 開放了 做皮革的 賣皮革的 不是不是生長 這電器電 關的 賣衣服的內衣的 合同到期 清倉特賣 全場什麼底價 這車間電駐到期 全場甩賣 在房東招租 這邊就不理想了 這邊的招租 在調高的呢 調高的 這原來是賣花的 路到花 花籍 賣花的 這邊就比較慘了 都是關的 這好暗的路 他是太暗了 年紀大一點的 可能眼睛都看不清楚 這個是郵政儲 郵政儲蓄銀行啊 郵政包裹 這邊這個站點啊 是挺大的 他的吞吐量也蠻大的 他沒 他這邊經常在招人 招快遞員 因為幹這個活 確實真的蠻辛苦的 你看這個就是 他們裝卸貨的地方 5G郵政比較便宜一點嘛 那你保價的話 如果丟的話 郵政也會賠你 這排店面就不理想了 因為他離BRT比較遠一點 你看 什麼騎的 我也不知道什麼騎的 原來愛上美 美容的 這邊一般油漆的 去豆的 賣衣服的 這家關掉了 特百會 這個可能是超市 關掉了 你看藥店 你看藥店 關的可能性比較小一點 這是什麼 賣口罩 是不是撞爆掉了 這關掉 這可能是賣衣服的 黑乎乎的 不知道什麼 這家叫 煙酒 賣煙酒的 也關掉了 蛋糕的 安德乳生的 看這種診所 沒有一家說是關掉的 很少 你看這個小區 這把車停在這裡好像不對喔 這是消防通道耶 塗在門口 到時候著火了 車要開進去 開不進去 這也是國貿新城嘛 國貿新城的正大門啊 停了很多小車啊 這種都要偽張停車 市政怎麼不管一下呢 貼偽張的要來貼呀 歡迎那消防車要進去 那進不去 那造成這個 這個這個危害誰來負責呀 這國貿新城啊 國貿新城這個有個BRT 這裡下來 這裡下來就是國貿新城 這個是前補樞紐站 這個叫前補樞紐站啊 這已經到頭了 到前補樞紐站BRT 然後下來你看 這些店面就不一樣了 因為看到靠近BRT 靠近城市快速公交 所以會比較好注意一點 反正你肯定是 店租肯定是會比剛才看的那黑霧霧的 會貴一點 所以說店鋪的好壞 可能跟交通 還有這個 我感覺跟交通一次有絕對的 關係的 而且關係相當的強烈 還有人流量 因為做BRT的人確實是蠻多的啊 看這個 這個門口他就寫的消防車道禁止占用看到沒有 這裡是禁止占用 然後裡面沒有禁止占用 裡面還停車的 裡面你看這個還停了兩輛車 我們國家應該弄個消防法 如果你擋到 車輛的話 我們就把你車給推掉 如果損傷的話 我們那個 機關就不賠償了 這個消防部門就不賠償了 應該立個這個法 讓大家知道違法成本是很高的 25度C 啊 年輕人愛去的店 樂活室 就是專門賣那個果汁的嘛 榨汁的 兩棟樓 那兩棟樓啊都是靠近BRT底下的 BRT底下的 它是跟BRT建在一體的 那個大樓進口是在那個位置 從那個地方走進去 就能看到大樓的進口了 小區的路口黑乎乎的 很不符合那個樓的檔次 這裡的車輛也是蠻多的 因為這裡再走就到環島路了 環島路那邊有一個叫海峽國際社區的 那邊有很多 比較 然後到 富裕的人住在那邊 他們經常出來的話就是開車吧 我相信這部分車輛很多都是從那個方向過來的 大家自屬一看一下啊 不是說餐飲業不會倒 是因為餐飲業要開在一個人機 人流量密集的地方 大家也不要想著靠那個外賣去送 你扣去外賣的配送成本 你幾乎上不能可能盈利 所以說 很多情況下面你只看到的外賣行業很 很猛烈的在賺錢收錢 然後他扣起房租啊 水電以後他的利潤是相當薄的 然後再加上有些外賣店 有些那個小餐小吃店他 不是靠近大陸 所以說他只能靠外賣來送 那一旦外賣沒有單了以後 兩三個以後他就會被房租給炸乾掉 所以 這是個非常殘酷的現實啊 你看這種 批發菜的 黃金土豆兩塊錢 估計賣的比較便宜吧 所以買的人比較多一點 這有點像農村的我感覺 這這個這個街面有點像農村的 再加上這個喇叭的喊 然後再加上這個地面的衛生 有點像農村的 這應該是他們的菜市場 裡面走進去應該是他們菜市場 所以人這麼多 菜市場賣東西比較便宜嘛 你看這裡有個路口 前浦龍茂市場的 前浦龍茂市場 那我感覺到好像去了農村一樣 原來他是龍茂市場 裡面有賣肉的 一個一個當鋪的 這才是民生嘛 對吧 多拌拌菜市場啊 這些這些 左邊的這個是前浦幼兒園 現在幼兒園都沒有開學 就是這樣子 這邊叫做前浦小學 小學是沒有開 還沒開學呢 裡面還呼呼的 在這個後面前浦小學後面 後面都是那些樓啊 都是自建房 自建房 我有來過這邊送過東西啊 送過蛋糕 這邊怎麼說呢 房價應該會比較便宜一點 聽說有一年是什麼 搞金專會議嗎 從這邊就趕走很多人 從這邊這種 趕走很多人 之前聽小小道消息說 在舉行金專會議的時候 之前啊 聽說會有 會有給美副補貼 其實是上網上謠言 但是政府對這個謠言是視而不理 以至於民眾到了那個時候 沒有收到錢 才知道是謠言 這個是一個古建築啊 好像是 做海鮮排檔的 還開的挺亮的 說明他以前生意都很好 現在想找回以前生意的感覺 說白了這邊 這部分區域就是城鄉結合部了 城鄉結合部了 這些都是老房子 裡面是很多破 叫城中村嘛 很多破敗的房子 所以這邊這部分居民 他比較喜歡熱鬧嘛 他比那個 其他廈門島內其他地方有好多 其他島面就像這種小區 根本就沒人來吃飯 那對面啊 對面這些 從這邊開始啊 基本上都是高層的建築了 高層的建築 這也是小區 然後有幾棟是酒店 我現在有點分不清楚哪棟 但是我記得這邊有幾棟是酒店的 你看這邊的路燈 就比較亮了 不會黑乎乎的 這邊的人生活 你看壓力好像沒有那麼大 我個人感覺生活壓力 不會像火車站那邊走路那麼匆忙 這種人多的地方啊 草地啊 你千萬不要坐著 怎麼說呢 因為很多小狗狗啊 都在這裡面拉屎 拉尿啊 一不小心你坐到屎坑上面 你就白白了 臭屎 對面那個叫做廈門日航酒店 叫日航酒店 剛才我說想不起來 叫日航酒店 快要到會展中心 這段路又黑乎乎的了 黑乎乎的了 又不點燈了 哎呀 這個 幹嘛不點燈呢 外面點 外面點 但是 這個燈你看 這個燈與燈之間的距離太遠了 這燈泡也太沒力氣了 我們廈門很多這種電動車 你看 這麼亮 那交警就應該抓他 狠狠的罰他 那這樣子 這樣子是非法開遠光燈啊 而且你是一直都保住這種狀態的 罰你也該罰個兩百塊錢吧 是不是 啊 感謝大家陪伴啊 你能看到我這說了這句話啊 我就太感謝你了 我們已經走到年前東路了 已經走到頭了 這是會展中心的 前面是會展中心的 已經走到了這個盡頭了 你看看我們廈門的監管 燈控是這樣子的 他為了打那個光燈 為了看清楚事物 他就是搞一個這種燈 刺眼大家 太太太噁心了 然後那邊都是高樓 那邊都是新的了 這是會展中心 然後那邊是海峽國際那一片 都是相當有錢的人住的啊 當時怎麼 家族怎麼不買房買在這邊呢 好 本期的視頻就錄製到這裡了啊 我們也全程大約走了 差不多有六公里吧 幾公里啊 現在是晚上的十九點三十一 四月三十號啊 很多人都出來吃東西了 其實我們 如果作為我們來說的話 我們是這種 怎麼說呢 讀的書比較多的 相對來說比這個 別人比較多又留級嘛 又在外 長期在外省讀的 我們對這個觀念是這樣看的 我感覺我不敢 至少在這兩兩年之內 我不敢在外面吃飯 除非是病迫不得已的 沒辦法了 才會 也不會因為說開心不開心的 為了要湊一點氣氛啊 請客什麼的 不會 絕對不會在外面吃 太難了 可能性幾乎上為零啊 對